人参、脑参、太子参、西洋参、红参、这么多餐,它们有什么区别,又应该怎么吃呢? 人参、博虚第一参、功效、补气骨头、健脾异肺、凝心意志、养血生筋、人参的肉质根、著名强壮滋补药,适用于调整血压、恢复心脏功能、神经衰弱及身体势弱等症,也有躯痰、见泪、利尿、兴奋等功效。 主治大病、酒病、失血、脱液所致元气欲脱、神皮卖威、对心气需摔至失眠多梦、经济健忘、体虚多汗也有效果。 但时热、正气不需者不是以服用、用保佑量、内服、健康、5到15克、大计15到50克、一克熬膏、或乳丸、杂、禁忌、一、食症、热症济浮、二、服人参登天或24小时内计萝卜、济茶、希腊或者刺激性食物。 三、要性论、马力卫使、恶鲁贤。 四、医学入门、阴虚火塑吐血者慎勇。 五、越吃人参传、鸡铁器。 六、要品化意、若皮味热食、肥瘦火鞋、喘骚弹胜、失血出气。 胸格痛温、耶格便秘、有虫有机、皆不可用。 七、能草精脊柱、茯苓为史、恶搜书、板铃炉。 八、要对、胃武灵质、恶造夹、黑豆、冻子食鹰。 九、既与葡萄同时营养受损。 葡萄中含有乳酸、即利与人参中的蛋白质结合生成沉淀,影响吸收而降低药效。 十、既用五金吹具。 怎么吃? 炖符,将餐切片放入碗中,加适量水后密闭网口,放入锅内隔水中,蒸一到两小时即可。 含符,将身切成薄片,放入口中含符。 泡符,将餐打散装入袋泡茶袋中放入杯中,加入开水,泡五分钟即可饮用。 红身,因胜阳虚者的手血补品,功效、补元性、生金安审,白有面色苍白暗淡,手脚冰凉等阳虚症状者。 可选用红身剑补,服用衣剂、衣服。 红身未偏热性,具有正阳之力,特别适用于脊弱阳虚的人士服用。 熟成改头月花,气喘无力,年老力衰,病后体弱者。 活妇女失眩过多,手术后,特别适于服用。 秋,冬季节适宜服用。 浸服,饮食火旺,高血压为受控制者不宜服用。 心脏病患者在服用前,也最好自身的意见。 怎么吃? 日常服用方法很多,泡茶饮,盐墨吞服都可以,每天一到两克就可以了。 太多了容易引起上火,也可以煮粥,将红身切成薄片。 早餐熬一粥时放入少许,也可嚼食,将红身切成薄片,含于口中细嚼,有补气提神的功效。 短身,补气不是全能干,功效,补中益气,可用于各种技术不足者,疲乏无力,四肢无力,食欲不振,大便心软。 容易感冒的人也适合服用短身,用法用量耐服。 煎汤,三到五钱,大鸡,一到两两,熬个货入碗。 撒,中国料点,九到三十克,用药尖剂有食血者技服,不宜与鲤鲁同用。 怎么吃?一挡身鸡汤,功效,温中薄虚,酸含止痛。 材料,鸡像一只挡身五十克胡椒跟五十克红枣巴黎,鸡像是广东的说法。 鸡子鸡,只为像过淡的瓷鸡,和从未打过鸣的公鸡。 鸡像铺镜,去内脏脊尾部,斩块,胡根,挡身,红枣续合,分别用清水洗净。 将用料全部放入炖中内,加开水饰料,盖好,用纹火隔水炖三小时,翘味功容,用于温寒疼痛,胃痛疾发,物寒洗卵,等不过痛进。 鸡像夹剧,口袋不渴,十番清鲜,尝洗热饮,易用于风寒湿壁之关节疼痛。 二党身其子猪肝粥,主治,肝肾两窥,法力投入等。 材料,党身二十克,枸杞三十克,猪肝五十克,精米六十克。 太子身,补气不伤火,功效,意气健脾,真筋润背。 常用鱼皮虚体炫,视玉不振,病厚虚弱,气阴不足,自拍头咳,会发干咳,相对于人身,红身,党身而言,太子身的补气力量并不是很强,但是太子身没有过多的造性,不会引起伤火等问题,因此尤其是和气虚解义伤火者使用。 它还可以提高免疫功能,既能增强机体对各种有害刺激防御,又能增强人体的代谢。 怎么吃? 用太子身泡水,水的温度最好在九十度,每次时刻带茶饮。 其次就是用太子身打三装胆,六到十克带茶饮。 西洋身,清热养衣,生津止渴,功效。 西洋身与人身都能补虚,西洋身与人身虽然形同,但药效却不同,归纳起来就是,人身补气,偏于猪羊,西洋身补气,偏于养阴,人身偏温,温能补阳散哈,苦能造失,失伤阳,因此,造失也有猪羊的作用。 西洋身性凉,凉能清热,干凉相合,既能清热养阴,又能生筋止渴。 一般来说西洋身茶适合于年龄较大,酒病体虚的老年人以及容易受风寒,朝凉感冒的虚性几质人群,如年轻体壮和容易动气发脾气的人,因为气血过往所导致的,就不适应饮用。 怎么吃?可以用西洋身影片泡水带茶饮,依次可放一到三片,以闻开水冲泡饮用,喝完后再将影片吃掉。 夏日常在高温下工作的人,口中含偏西洋身,可以起到防中暑的作用。 注意事项中洋山位,为了含食者祭福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